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 但我们的PPT上显示的历史不太远 我们在讲不太远的历史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讲两个比较久远的故事 比如说那晚上的代理是从哪开始出现了吗 是不是我们要从盘古开天PD讲起 是吧 当然没有那么晚了 那我们就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 我们说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了 那当然的故事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故事从哪来的呢 来的 不是盘古开天PD啊 我们现在可以查到的 说是它是来自于什么里面呢 是说最早的眼神 我们如果要追溯的话 我们可以追溯到圣经故事里面哈 就是说这个圣经故事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什么的起源呢 那故事的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叫亚格布是吧 他喜欢一个人的女儿 那个人叫什么啊 叫拉班是吧 完了他就想娶他拉班的女儿啊 完了他就去找拉班了 完了拉班就说你要想娶我的女儿可以 你给彩礼吧 是不是 那你打算给多少呢 后来拉班就对亚格布说了 如果你给我免费干七年的活 是吧 我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你 这样的话 那亚格布同意了没有 因为他很喜欢拉班的女儿 所以他就同意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说 呃 亚格布用七年的免费的劳动 换取了 再购买了一个和拉班女儿结婚的权类哈 据说这是很远古的 欺贤的球形哈 那后来那个亚格布小姐 我就很迟到 就干了七年了 是不是 完了拉班是不是应该找这个拉班去兑现了 对不对 那后来你说拉班他同意了吗 拉班同意了 但是他说 说你不能跟我的另外一个女儿结婚哈 因为他实际上迟到他想 说你可以跟我的那个大女儿结婚 那个大女儿叫Logic 说你可以跟她结婚 但是亚格布喜欢她是谁吗 亚格布喜欢的是她的小女儿叫Lia 那后来那个 他就又跟那个Logic就是谈判了 说那我还想跟你的小女儿结婚 怎么办 那拉班就说那你先把大女儿娶了吧 是吧娶了 他说那你那我怎么样能够再娶你的那个小女儿Lia呢 后来拉姐说那当然得再干七年了 是吧 他又又免费为拉班干了七年 完了终于带了七年之后 他无量以偿的和什么 和他亲爱的人 Lia结婚了 就是在圣经故事里面 现在购买了什么呀 两个期权花了多少呢 十四年的免费劳动 我经常看文献说 我说亚格布同学 没有仔细看合约 他没想到 我说亚格是有两个女儿的 所以要写清楚和合同不能乱签 这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呢 圣经故事 他告诉我们有那么一点 期权的意思 当然这都是比较早的一些说法了 那还有第二个呢 我们说实际上是一个古希腊的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就是古希腊有一个数学家 哲学家 叫什么 叫Talys是吧 他非常渊薄 但他也很贫穷 后来他所在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呢 就嘲笑他 说你看那个哲学家多穷了 数学家多穷了 后来Talys呢 就非常的生气 他在想村子里面证明说 哲学家也是可以挣钱的 就是他意思 他不但懂数学和哲学 他还非常懂天文 就是说夜观天象 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通过天象判断 气候非常适合 感染的生长 他判断明年感染要什么 大丰收 是吧 那感染干嘛用的 对 同学说炸油用的 所以Talys知道这个现象以后 而且他对他自己的预测 非常有信心 他就到村子里面去问 把那些有感染 炸油机的那些机器 都预付了一些定金 取得了就是用比较低的价格 用于租入这些炸油机的权利 等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说Talys猜中没有 猜中了 第二年的时候 赶往大风说 完了 大家都到处处去问 说那个 炸油机来炸油 后来万一大处都找不到了 因为他们都已经把炸油机 怎么样 低价租给了 Talys是吧 后来Talys就利用这个机会 来加价比较贵的租出去了 后来他又赚了什么 一大笔钱 借此来证明哲学家也是会赚钱的 是吧 那我们通过这 圣经故事里面 那些权的起源的雏形 还有这个古希腊的Talys的故事 Talys那个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你说他像远期也可以 你说他是期权 也可以是吧 但是我们这都是过去的故事了 那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讲的呢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讲到 现代期过起源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再翻圣经故事 我们也不能听古希腊的传说了 那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现代的这个起源是什么 重新看一下这个 有点点多 我们一个一个看 我们说如果我们要 从比较近代的发展史 来看一看眼生品的话 我们说眼生品 它发展的时候也追寻一个 跟我们看其他的世界经历发展史一样 它一定会在一些发达的地区 是吧 那我们说在17世纪那会儿的话 我们说欧洲是谁最烈呢 我们说是荷兰是海上之王 那我们说同样的那个 眼生品发展的时候 也是从荷兰起家的 大概的时间是1637年 那我们说荷兰有什么 我们说荷兰有飞车 还有什么 还有一金像 当然大家都听到说古剑 伤农是吧 那花剑伤什么呀 花剑就生花农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实际上很多的荷兰的农场主 他们都种什么 都种一金箱 可能那会儿还没有大棚 所以大家种的各种一金箱 都在一金箱开花的时候去买 那大量的花上市 那花怎么样 价格就暴跌 所以种花的农场主们就很伤心了 因为卖不了好价钱 因为花放在哪 是不是搁冰箱里放三个月 也不行 是不是 很快就枯萎掉了 所以后来就有一些农场主 就跟花的 那金箱的花的金箱商签订什么 签订合同 说我今年 种了多少个多好的 玉金箱 黑的红的白的 是吧 你多少多少时间来什么 收购我的花 完了咱们把什么东西躺好 价钱躺好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把它称之为 日金箱远期合约 那我问大家 这个日金箱远期合约 会出什么问题呢 对吧 签订了 一速购买多少 打个比方 三块钱 是吧 来年 花 都那个可以 可以销售了 那营长组 他怎么样 他要打小算盘 发现 如果 你给我签了三块钱 那现在市场上 花价多少钱呢 两块 你很开心 花花花把这花都卖给了什么 经销商 因为你签合同了 是吧 那如果 到那个市场上 一看 我应该进入的花都四块钱 我为什么要三块钱 卖那种呢 那营长组就会撕毁什么 合约 对吧 完了到市场上去 卖高价去了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远清合约 他早期的时候 由于他是在场外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什么样 毁约 那同样的经销商会不会毁约啊 一样也会毁约的 所以远清合约 后面 还有后续的发展的过程中 这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怎么样解决 远清合约的 违约问题 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 我们发现 远清合约的相对为止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衍生命形式 它同样存在违约风险 那还有一部分衍生品呢 从远清合约 就慢慢慢慢向海洋动物 带了陆地上以后 它就变成了什么啊 就是我们后面看到的什么合约呢 期货合约啊 它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违约风险问题啊 那跟他同期呢 我们在我们的业务中啊 当时日本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呢 陆府啊 我们说在陆府时期的时候 有很多的日本的大地主 他们都已经不愿住在乡下了 是吧 他们就住在什么啊 城里 但他们还有地 对吧 那个地都租给别人去送了 是吧 那那些地农们 他们到这个季节的 他们要交什么啊 交租子嘛 是不是 交的是什么呢 交的就是大米啊 那由于这些大地主们 他们都住在城里了 是吧 如果电龙交租子的话 我们就把怎么样 就把那些礼 都在城里去交给这些 大地主吗 不是的 后来大地主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你不要这么麻烦了 你就把那个礼 也存在什么地方 那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我怎么知道 我改了你这样的那个地方去呢 我们说就相当于给你一个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乌乙单 实际上是这个大米的 提货单 是吧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大米提货单 具有源通信 高人化之后 它都形成了 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 大米期货合约 那这个地方在哪呢 就在大版 据说大版的这个 古物交易所的遗址 现在还在 也都在开放 如果同学有时间 或者去日本大版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也是作为一个参观景点 这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出现的是大米啊 有没有出现小米期货呀 在日本 没有 因为我们说日本的乙 虽然非常贵 也不太好吃 日本人还是很喜欢吃什么 大米的啊 如果我让你猜的话 你觉得他们除了大米 后面还背了什么主流期货合约 红小豆期货合约 也是日本非常流行的 当然以后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 东清有一个很有名的教育所 就叫东清古物交易所里面 就有很多的啊 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吃的叫什么 饭团子 类似于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啊 当然就我们1937年的1950年 这个虽然已经是近代史了 但是还不是太近代 那我们说一下 那因为我问你说新一代远生品的起源是在哪一年呢 就是N840年 有一个交易所成立 叫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叫CBOT 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为CBOT 那它是开始做什么起家的呢 是做商品期货 也是做商品期货里面的什么呢 农产品期货起家的啊 那我们给大家来调一下 这个美国的地图看一下 就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像刚才我讲大米期货 你看一下为什么这个是在芝加哥这个地方出现现代期货的起源 我们看一下 我们大概知道是在哪啊 大米 对应该是在大概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位置是吧 那我们会在1840年所在的时候 我问你这有吗 你说大米跟美国没什么关系是吧 对我们看看实际上 比如说到1840年的时候 主要的美国的那些人 我们还能够在哪居住啊 实际上主要是东北和东十三州 就是这是美国人口 当时的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个地方我们说是大平原 他们号称说这个地方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郑州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我们说人多不多吗 其实人不太多是吧 人都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看我们说那那个平原我们我们说它是整个整个当时美国在什么样子 粮仓 那它种什么呀 对它首先种的是玥米那会还没种大豆呢 还对我们他们很喜欢吃那么多所以他们还种很多的小麦是吧 那我们说这个芝达哥地区的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玥米也好小麦也好 你说它是不是留在这个地方自己吃啊 不是 我们说它一度是通过这个运动东十三州来供美国东部的人来吃 是不是 那我们说原理这个这是粮食产区 这是什么 消费区 那大概有什么问题啊 同学说一个是运输问题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说跟运输问题没有特别直接关系 全世界的农业都会涉及到了我们说了粮食是怎么样 农产品它会集中上市 有点像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因为街香的那个有问题是吧 那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的物理都是一个时候收成 大家的小麦也一样 所以粮食集中上市 粮价怎么样 来下跌 那等到年年开春的时候是吧 小麦也没涨出来 意味也没涨出来 东十三周的人都等着吃的时候 粮价又怎么样 暴涨 所以在那个时段就粮价就是暴涨暴跌 非常的厉害 大家都怎么样 苦不堪言 那这时候我们说就有芝加哥的一部分经销商 他们勇敢的站出来成立了一个芝加哥贸易委员会 他们想推崇什么呢 他们想通过和芝加哥的农场署签订粮食的远期合约来平衡粮食的价格 是吧 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 是吧 那后面呢 大家都可以想念和芝加哥经历同样的问题 就是当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 农场主会违约 经销商呢 也会违约 所以我们说 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这个粮食的远期合约 但是还带来了很多的违约的问题 就是这个美好愿望有时候会打折扣 那后来 芝加哥的这个经销商量 他们从小门门门通过了一些制度 因素各方 在后来的1840年到一直到188几年 大概将近50年时间里面 我们说逐步逐步形成了完整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 现代期货交易制度 就是我们后面在学的时候 基本上在那50年之内就什么 还形成了 从而解决了这个远期合约的 怎么样 违约问题 所以大家看一下那个CBOT的全称 叫什么 Chicara Board of Trade 它应该是芝加哥贸易委员会的意思 那参加这个交易所还带吗 这个交易所存续了很多年 但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就被另外一家交易所怎么样 号称是合并了 实际上是被它兼并了 那那个就是我们在后面看到的 那个 大家看到没有 谁把它兼并了 你觉得会是谁 谁就是那个坏人 对了 我们说这个真的是在期货交易所里面 非常的古老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老大 是吧 但是在100多年以后 我们说实际上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存续的时间很短 但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那个老板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有远见 他在那半年之后 发展得非常快 所以在大家在前 记不得了 前行所的时候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就把CBOT给推并了 那现在这两个交易所叫什么名字呢 叫CME Group 就是CME集团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 CBOT他们都是什么期货 就农产品从远期 到了农产品的期货 对吧 那到什么时候 我们说期货 和一个端底才从农产品 或者是商品 乱乱乱乱 发展到现在的更多了呢 我们看已经到我们 非常非常的近了 是吧 我们说CME的老大 真的是很厉害 他在什么时候 就意识到机会来了 是1972年的时候 他认为机会来了 那我们说1972年发生了什么 或者1972年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们说了 因为1972年之前 我们说发生了大事了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事 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怎么样 崩溃了 是吧 大家原来说 我们把美元 美元找黄金 后来美国说 你找我要黄金 没有了 是吧 那最后整个 那个国际金融体系变化了以后 你会带 你来拿一排死水的汇率 是吧 现在变成了 上蹿下跳 是吧 那大家从来 问你 是吧 汇率波动是如此的可怕 那我们搜索费要求避险工具找装备了 是吧 后来 塞尼老大说 那我就有 是吧 我就有什么了 有外汇期货合约 在1972年推出来的 当然我看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72年推出外汇期货合约之前 塞尼已经成立了 他同意他们CBOT老大哥学什么了 学什么 学商品期货啊 对不对 那在他成立这个外汇期货合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要成立一个新的部门 就在东西找没有地方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怎么找个地方吧 后来那个老板说了 暂时没有地方 要不要先委屈一下 说有一个纤屎 把那纤屎腾出来 说老板你们就先在这干嘛 所以最早的那个国际货币市场丰富 我把它称之为 RM就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一间什么 西烟室 当然正是遭受了这个历史契机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就迎来了大发展 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这两家已经合并了 全部是CME了 那我们说的不管怎么样 就即使CBOT被推广了 同样它也现在还是两大交易所嘛 是集团是吧 那我们说芝加哥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金融中心 因为它有CBOT和什么 CME是吧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参观那个地方 非常漂亮 那我们说 它还要不够 是吧 还要再加 再加一个 那我们说在 1973年的时候 报告这六篇非常有名的 期权定价论文的出台 芝加哥又成立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 那基本上就变成了三足鼎立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那大家可以想见 1973年之前 如果有期权交易的话 应该都是在场外的 而1973年之后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就成为全球最早的 也是最大的一个 场内的一个期权交易所 所以大家看一下芝加哥是不是 很厉害 是吧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叫什么 两个古代的故事 两个近代的故事 还有 剩下是谁的故事 芝加哥的故事 芝加哥发家史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又问一个 你说现在交易所费人 今天我问你 你觉得一个交易所 咋个比方 这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它会不会只交易期货 不会 对了 我们说交易所最后都发展成为 我们把它号称为金融百货公司 它几乎交易所有的合约 不光是上市你会发表的交易所 不但交易衍生 你它还交易什么 基础金融工具 那可能我们回货人 当然有些原来 领交所 它可能也会交易什么 衍生品 对吧 多一个交易品种 就多一堆用户 多一堆用户 就有多一堆人给交易所什么 交钱 就是这样市场 就会越来越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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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